林心如这段时间可谓是一只霸占着娱乐圈头条 从刚开始八杀慈善业军管事件 再到与周杰蛇吻事件的持续发酵 这两件事让林心如承受了很多外界的压力 然而在躲避了一阵子风头之后 林心如再次献身台湾某品牌的宣传现场 为品牌公开造势代言 可谓是无处无事不惜金的 在节目结束后 林心如本想直接快闪躲避镜头 但是却被记者拦截 由于是代言人所以也难免要接受采访 但是记者却不按套路出版 直接问对于目前周杰的事件怎么看 林心如也许始料未及 在自己代言的发布会上 竟然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杰 林心如一副很深情的架势 不想回答 不过林心如补充了一句 自己在自己的演艺生涯里 从来都是饰演公主皇后角色 从来不和小人计较 林心如说完之后在助理的搀扶下离开 也是被网友调捋身体好好的 还有搀扶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公主了吗 其实林心如曾采议过 自己只要接公主和皇后的戏份 因为和自己的气质很像 从环珠的格格 秦深深雨萌萌的大小姐 和大理公主的公主 再到美人心计 长歌行的皇后 果真都是皇后公主呢 不过很多网友表示 不喜欢林心如这样的态度 和骄傲的自信 这些年应该是 也是一直在犯公主病 否则也不会将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烂 总不得不得我对你爱的想法 拖开那些最爱的灯花 我只想为你把所有的办法 就这样一直在买 就这样一直在买